再来的话呢 刚刚有漏掉一个部分 就是底下这个地方好像要平均 所以平均也蛮简单的 Average就可以了 所以第三 刚刚我们的题目部分 那第三的部分是 出生格的F62到I62 他要做那个Average的函数计算 平均 那所以呢 我们这地方的话 你要平均很简单 反正你就是在I62 F62这地方 然后一直到这边 那你就直接把这个范围 选起来之后 那因为呢 在那个Excel里面有很 这个函数的话 上方自动加总这边 其实他已经把那个Average函数 直接就放这里 这个地方应该是最 最好去点选的地方 你就不用再插入Average 直接就平均值就可以了 那就算出来了 就把它选起来 上面就帮你平均了嘛 那可是 刚刚好像如果你顺序颠倒 如果你考试的时候 记得会出问题 会有这个分数会有问题 那所以我们刚刚的格式 我把它套用过来的话 那我刚刚用 这边有个常用复制格式 把这个格式 点选复制格式 然后这个刷子刷下面这里 它底下也会显示出来 因为其实他题目里面 好像是希望我们 把那个格式 直接就一直到 I的62 我应该没记错的话 应该这个题目 应该是到I62 所以特别注意先平均 然后再做 这个刚刚的那个公式 制定的那个公式 底下还有 平均完之后 他还希望我们做什么 做一些格式设定 那字的话要改这个字 Area的字 然后呢 初题显示 然后呢 设为 橙色填满 所以呢 我们 这个先 先把它做过 所以这边把它选起来 那一样的话 根据题目要求 先把它找那个 那个Area的字形 然后呢 再把这个 初题显示 然后并且 设定为橙色 所以再加一个初题 初题预设就初题了 然后再把背景的部分 就填满颜色 改成橙色 OK 然后改完之后的话呢 再做刚刚的动作 所以刚刚这个动作 就把它再做过一遍 然后我刚刚这个制定 春阁格格式吧 然后制定把这个的话 加上去 然后呢 让它可以呈现 类似像这样的状态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等于第五 第三跟第四 就完成 OK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选取那个A6 所以 这个嘛 然后再选取 I的60 因为它这个 我看Ctrl Shift向右向下 应该会不会有问题 它好像会卡在这边 所以我们刚才按Ship键 所以先选A6 然后按Ship键 再去点那个I62 Ship键按住 这样选应该比较没问题 因为这边缺一块 OK 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就是你要定义名称 那所谓的定义名称就是说 我现在选的这个范围 我以后呢 就给它取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叫什么 叫学生名册 因为这个这边有一个叫学生名册 那如果我要取一个名字叫学生名册的话 那接下来的话呢 请你有几个方法了 其实我比较常用的应该是在 你们可以看到 在那个你们的Excel的左 应该偏左上角 这边有个叫名称方块 那你直接把名字打上去按Enter 以后 你这个区块的名字 就叫做 你取的那个 比如说我们取什么 叫学生名字 所以你在这边名称方块点一下 输入什么学生名册 学生名册 好 记得哦 一定要按Enter 因为之前有同学打完之后 然后按Enter就不管它就离开 其实那个名称没进去 因为你没有最后确定按Enter 他这个名称没进去 好 那怎么知道这个名称有没有成功 有个方法 记得哦 在公式 上方有个公式 有个叫名称管理员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名称管理员里面 假如有一个名称叫学生名册的话 公式名称管理员里面的学生名册 有 那就表示成功了 另外呢 如果你要验证到底范围对不对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A6到I612 也没错 那表示 你应该这个定义名称就OK了 那以后你怎么存取 很简单 可能要记一个快速键 叫F3 可以利用F3 就可以调用 这个名称 清单里面的所有 也就是如果你定义好几个 以后按F3 就可以调用了 OK 其实还蛮好用的 因为 后面应该有一些范例 好像也会讲到 如果没有建议各位 可以多多去熟悉它 OK 因为这个定义名称还蛮常用到的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已经定义好一个名称 要学生名册 OK 好 那根据题目要求 第五OK了 那第六的话呢 就是列印了 那当然你要列印的时候 如果你不做任何设定的话呢 在版面配置里面 如果你要预览列印的话 我习惯从这边 预览列印这边有 那你会发现印出来 上面怎么多这一块 这一块不要 那另外的话 你把它跳到下一页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下一页上面怎么没有标题列 有没有 理论上应该每一页都会有上面的 这个应该叫什么 标题栏 栏位名称 下一页有没有 下一页没有 所以其实这一题就是考你说 你有沒有办法把上面这些去掉 然后每一页上方都要有那个标题的栏位名称 那怎么做 第一个 一样呢 我们到版面 这个版面配置这里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习惯 版面配置右下角这边有个箭头 因为这上面很多功能 不过我还是习惯点这里 为什么 因为点出来所有功能都有了 也就是说 在那个版面配置的右下角 你点它之后 所有功能都在这里 那上面只是部分功能 不然你要 还在拆它上面有没有你要的功能 如果没有你还是要点 那干脆直接点就好了 OK我个人习惯 那接下来的话呢 它要做什么呢 题目要做 指定列印范围 就是这一个 OK 你会发现刚刚有没有选到上面的东西 没有嘛 所以我们如果要指定范围的话 很简单 请你切到那个 版面配置里面的 应该是工作表的这个 这个页面 上方第一个就是列印范围 那列印范围的话呢 之前我们是要再去选范围 可是因为我刚刚已经定义好名称 而且我已经知道呢 可以按F3 所以这个时候请你按一下F3 有没有发现 你要列印的范围就出来了 有没有 所以以后的话 我是建议呢 你可以善用那个定义名称 先把你要列印的范围先选起来 给他一个名称 然后再配合F3 直接在列印范围的地方给他 按确定 他就把你要列印的范围给他了 OK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呢 列印他还有第二个题目要求 我记得 对 列印标题范围为第六页 那什么叫列印标题的范围 指的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 你希望列印的时候 一定都会出现 上面栏位名称的话 那记得 一定要把标题列的地方 选择在哪里呢 选择第六列 选择方式很简单 直接把游标 放在第六列的地方点一下 它会出现那个 六冒号六 也一样会锁定那个列的部分 好 这样有什么差别 其实最大的差别 我们按确定 其实直接按列印 预览列印就知道了 你可以看到 上面没有我刚刚 我不想列印的东西了 另外的话 如果我把它切到第二页的话 你会发现上面的这个 因为会有设定标题列 所以呢 它每一列上面 都会有栏位名称 而不会因为说 我印的第一页有 后面几页都没有 在这种问题发生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 我讲的部分 再试试看 第一个就是定义名称 应该比较没问题 然后记得公式名称官员检查一下 OK 然后你 做完刚刚的动作 它好像也会增加几个名称 不过这不管 它是自动产生的 然后再来就是 就是那个标题 记得这个地方 工作表 范围这边 然后标题列的话 选按确定就可以了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这个202题的部分 试着完成 然后最后我看一下 这一题应该就OK了 最后的话呢 把这一题的结果呢 一样就把它另存新档 存成 ESA02 OK 那这一题就完成了 OK 我试试看